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赵丽颖虎狼之路预告惊艳亮相,长公主霸气登场 赵丽颖主演电影虎狼之路发布预告,饰演失去孩子后打拐的母亲李红英,与校央对手吸引关注 电影讲述主角们与人贩子斗智斗勇的故事,赵丽颖原生出演,备受期待 近日,赵丽颖主演电影虎狼之路发布了贴片预告,预告中释出了赵丽颖和校央的一段精彩对手戏 影片中赵丽颖在给校央耳光,好像很尽十足 网友看后表示,长公主驾到 据悉,赵丽颖在电影虎狼之路中饰演李红英,是个失去孩子,踏上打拐之路的母亲 本人看完虎狼之路贴片预告后,激动住了,赵丽颖这巴掌扇的,一下给我整期待了 这不是许半夏附体了吗?好期待赵丽颖新电影吧 赵丽颖电影虎狼之路预告镜头中,赵丽颖饰演的李红英,瘦靴脸颊,精致吊带,穿着打扮 不过,扇巴掌的镜头,也能让观众感受到,这个角色很复杂,很不简单,非常有挑战性 据悉,电影虎狼之路由500指导,校央搭档赵丽颖,刘叶领衔主演,都是演技实力派演员 该片讲述,主角们踏上打拐之路,与人贩子斗智斗勇的故事 更为惊喜的是,电影虎狼之路赵丽颖角色是原生,不是后期配音 赵丽颖虎狼之路又有扇巴掌戏份,又有这个原生台词的压迫感 真的期待住了,能不能早点上映呢?本人非常想看 赵丽颖的粉丝们迎来了一大喜讯,期待已久的新剧虎狼之路的贴片预告终于揭开了神秘的面纱 在这段预告中,赵丽颖以其一贯的精湛演技和卓越的美貌 再次让观众眼前一亮,惊艳全场 这一次,她化身为长公主,以霸气十足的姿态登场,令无数网友为之倾倒 从预告片中可以看到,赵丽颖的长公主形象不仅仅是外在的美丽,更是内在的强大和坚韧 她的一评一笑,一举一动,都透出了角色的深度和层次感 无论是与对手的对峙,还是面对危机时的果敢决断 赵丽颖都表现得淋漓尽致,令人不禁感叹她的演技又上了一个新台阶 网友们纷纷在社交媒体上表达了对赵丽颖和虎狼之路的期待和赞美 一位网友激动地评论道,长公主驾道,赵丽颖的每一个角色都能带给我们不同的惊喜,这次也不例外 另一位网友则表示,从预告片中就能看出,这部剧一定会是一部精彩绝伦的作品,赵丽颖的表现太棒了 双引号 虎狼之路不仅在剧情上充满了跌宕起伏的情节,更是在视觉效果上做足了功夫 预告片中的每一个场景,每一个镜头,都透着制作团队的用心和诚意 而赵丽颖作为女主角,更是将这一切衬托得更加绚丽多彩 她的每一次出场,都仿佛是在告诉观众,这就是长公主的真正风采 这一是她演绎事业中的又一次挑战和突破 她用自己的实力证明了,不论是古装剧中的温婉女子,还是现代剧中的职场精英,她都能游刃有余地驾驭 而这一次,她将以长公主的全新形象,再次征服观众的心 作为一名演员,赵丽颖始终保持着对表演的热爱和追求 从她出道以来的每一个角色,到如今的长公主,她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敬业精神和职业素养 她的每一次表演,都像是在完成一次次的蜕变和升华 而这一次的虎狼之路,无疑将成为她演绎生涯中的又一座里程碑 对于广大粉丝和观众来说,赵丽颖的每一次亮相都是一次视觉和心灵的双重享受 她用自己的努力和坚持,为观众带来了无数经典的荧幕形象 而在虎狼之路中,她将继续用自己的演技和魅力,为我们呈现一个全新的,充满力量的长公主 在此,我们也希望赵丽颖能够继续保持初心,继续在演绎道路上勇往直前 她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只要有梦想,只要可努力,就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 赵丽颖的成功不仅是她个人的荣耀,更是对所有心怀梦想的年轻人的激励和鼓舞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期待虎狼之路的正式上映 一起见证赵丽颖的精彩表现吧 相信这部剧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而赵丽颖的长公主形象也将成为我们心中永恒的经典 感谢赵丽颖,感谢她带给我们的无数感动和惊喜 让我们共同祝愿她在未来的演绎道路上,继续闪耀,继续书写属于她的传奇 六亿微止热议 王一博爱国之举感动全网 王一博,这位在娱乐圈内以多才多亿著称的青年偶像 近日在巴黎奥运火炬传递仪式上的一次不经意间的举动 却如同璀璨星辰般照亮了国际舞台 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关注与热烈讨论 这不仅仅是因为她作为火炬手的身份参与了这一盛事 更因为她那细微之处的爱国情怀与高尚品德 在不经意间触动了无数人的心弦 在巴黎的蓝天白云下,奥运圣火熊熊燃烧 传递着和平,有意与进步的奥林匹克精神 当王一博手指火炬,不乏坚定地走在传递的道路上时 她的每一个动作都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然而,就在这庄严而神圣的时刻 意外发生了,一面国旗不慎从旁边滑落 静静地躺在了地面上 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情况 王一博没有丝毫犹豫 他迅速而自然地停下脚步 弯腰将国旗轻轻拾起 动作中透露出对国家的深深敬意与爱护 这一幕,被现场的镜头忠实记录了下来 并迅速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传播开来 网友们纷纷点赞,转发,表达对王一博这一行为的赞赏与敬佩 一时间,王一博捡起掉落国旗成为了热门话题 微指数据更是飙升至6亿左右 展现了这一事件巨大的影响力和公众的高度关注 对于王一博而言 这一举动无疑是他个人形象的一次重要加分项 在娱乐圈这个充满竞争与争议的环境中 他始终保持着谦逊、低调的态度 用自己的作品和行动说话 而此次在巴黎的表现 更是让他展现出了作为公众人物应有的责任感与担当 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青年的良好风貌和爱国情怀 也为自己赢得了更多的尊重与认可 更重要的是 这一波正能量的传播 有望将那些曾经给王一博带来负面影响的黑粉言论逐渐消解 在娱乐圈中 明星们往往会因为各种原因 而遭受到网络暴力或负面舆论的攻击 然而 王一博却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价值与品质 让那些无端的指责与诽谤显得苍白无力 他的这一举动 不仅为自己赢得了更多的粉丝和支持者 也向整个社会传递出了积极向上的正能量 王一博 一个在娱乐圈中被受瞩目的明星 他不仅以出色的演技和舞蹈才艺赢得了无数粉丝的喜爱 更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展示了对国家的热爱 感动了全网 在一次公开活动中 王一博在国旗掉落时毫不犹豫地拾起 并将其郑重地交给工作人员 这一细微却意义重大的举动不仅体现了他作为公众人物的责任感 更彰显了他深厚的爱国情怀 这件事迅速在网络上引起了热议 六亿微止热评纷纷表示对王一博的敬佩和支持 许多网友感慨 这才是真正的爱国行动 不只是口头上的表达 而是体现在每一个细节中的实际行动 也有人说王一博不仅是娱乐圈的顶流 更是我们心目中的正能量偶像 双引号 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 公众人物的言行对社会有着重要的示范作用 王一博的这一举动 无疑为广大青少年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 他不仅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不断突破和提升 更在日常生活中时刻铭记自己的社会责任 我们常说 细节决定成败 而王一博正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这一点 他在舞台上光芒四射 在生活中却同样低调谦逊 注重每一个小细节 在这次活动中 他不假思索地捡起国旗 这不仅是对国家的尊重 也是对观众的负责 更是他自身高尚品德的体现 除了这次爱国举动 王一博一直以来都以实际行动 积极参与各类公益活动 他多次捐款捐物支援灾区 关心弱势群体 用自己的影响力带动更多人关注社会问题 他曾说过 作为公众人物 我有责任用我的影响力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这不仅是一种态度 更是一种使命感 王一博的努力和坚持也得到了业界的广泛认可 他凭借在影视、音乐和综艺节目中的优异表现 多次获得各类大奖 成为了无数人心目中的偶像 然而 荣誉和掌声并没有让他忘记初心 他始终保持着谦虚和上进的态度 努力提升自我 为观众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 对于王一博来说 爱国不仅仅是一种情感 更是一种责任和行动 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告诉我们 爱国不是一句口号 而是要从身边的每一件小事做起 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为国家和社会贡献力量 最后 我们希望广大粉丝和观众能够从王一博的身上汲取正能量 学习他那份对国家的热爱和责任感 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像王一博一样 从小事做起 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 让我们共同努力 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王一博的爱国之举感动了全网 六亿微止的热议不仅是对他个人的认可 更是对这一正能量行为的赞扬 我们相信 在他的影响下 会有更多人加入到爱国和公益的行列中来 共同为我们的国家和社会贡献力量 让我们一起为王一博点赞 为每一个心怀爱国之心的人点赞 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 我们能够看到更多像王一博这样积极向上的青年 为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再见 再见